感受大湾区脉动的非交通莫属 在大湾区每天有数百万居民需要跨城甚至跨境通勤 不少的市民通勤往来于广州佛山 深圳东莞 还要跨越珠海澳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照进了现实当中 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平时经常乘坐的地铁 乘际轨道 列车 有很多都是在江门这里生产制造以及检修的 那江门的轨道交通产业对于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赵凯 了解一下他那里的情况 赵凯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现在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又有什么观察告诉我们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车广东公司的 总装生产线 那这里是华南地区唯一的一家动车组的造修企业 平均每年可以新造车辆400辆 检修车辆640辆 为越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的建设 提供车辆的制造维修养护全周期的一个服务 那在我身旁大家看到的就是 由中车广东公司研制的新一代成绩式移动车 那未来将主要承担越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交通运输服务 那新一代的成绩式移动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车广东公司产品研发部部长王栋 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王部长您好 首先我看到这个新一代的成绩式移动车 似乎跟我们平时见到的车辆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它的心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 对从外观上来看 我们这个车跟以前的成绩动车组没有区别 但是如果说我们去车内看的话 就是在旅客界面跟服务设施上就有很大的提升 我们一起进来看一下吧 首先进来的话 我们会先看到我们车内的一些显示器 它在尺寸分辨率甚至承载的信息上 都有很大的提升 实际上这就是旅客界面的一个提升 再一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客室的座椅 这个座椅呢 我们在座身跟座宽上都有提升 而且呢我们的靠背是做了人体工学设计 实际上目的就是让乘客坐得更舒适 提升了它的舒适性 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客室的这个桌子 我们设置了无线充电 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现在的出行需求 就是智能手机充电更方便了 实际上总的来说 看整个车内的话 我们是通过智慧先进和舒适适用两方面 来提升产品的服务品质 那好的王部长 那我刚才听了你的介绍啊 我也非常期待 能不能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观众 这样的列车什么时候能正式投入到使用当中 今年下半年就会投入使用 主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成绩铁路上 担任那个乘客输送任务 也欢迎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来乘坐和体验 那王部长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在这边啊看到了一个和这辆列车完全不同的列车 所以这条生产线它不止生产一种功能的列车是不是 对我们公司不光能生产成绩铁车辆也能生产地铁车辆 作为广东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 我们是一直是致力于为大湾区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的 为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实现一小时生活圈来贡献重要力量 好的谢谢王部长 那王部长其实刚刚为我们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啊 那在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 中车广东公司所在的这个位置叫做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 那这里不仅有中车公司 而且还有和轨道交通有关的上下游企业 那在这里呢可以实现车门 包括车辆的制动系统 以及车辆的空调系统等等的本地化生产 那在十四五期间 粤港澳大湾区将基本建成干线铁路网 城际铁路网 市域铁路网和城市轨道交通网 四网融合的轨道交通发展格局 那在这个过程中 中车广东公司以及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 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主持人以上就是总台特别节目 直播大湾区在中车广东公司的现场报道 好的谢谢 好谢谢 谢谢你的报道